ok 我们录起来 ok like 考试的时候他会叫你出这种题目 比如说他要 solve the p and q if fx等于这个 然后他又给了你 f inverse等于这一个 ok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因为他给你的资料 这一个资料它是f inverse 上面有个-1就是f inverse 意思说你一定要用这一个 找那个f inverse出来 找了之后你再和这一个对比它 compare它 你就可以找到哪一个是p哪一个是q 所以我们找f inverse先 ok 我们用传统的y等于 2x-14 ok 把所有的东西搬去y那里 加14等于2x ok 然后呢 y加14 那个2搬过去就除2 就等于x 看到这个情况你先不要去越减啦 因为14跟2k越减 可是那个y不能 所以你还是放着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你找到了f inverse 等于x加14 over 2 ok 你找到了这个f inverse 然后你再跟这个对比一下 ok 我们要怎样写呢 你只要写f inverse 这个是你的题目 px先写出来先 然后你再把你刚才找到的写上去 可是你要把它分开 为什么 因为我要配合这个题目 所以怎样把这个分开呢 它分开之后它是变成这样 x over 2 加14 over 2 ok 然后呢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p就是等于1 2分之1 ok x去了哪里 x就把它skip掉 不要去看哈 然后q呢就是等于14 over 2 但是要越减 就等于7 ok 考试会出到类似这个 这个叫做comparing 或者是对比 ok 这个等下你们看回 来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呢 它还是让它given 这一个给你 这一题可能是5分 或者4分一题 它第一个题目它叫你找f2 很简单 然后f2你就写f2等于 4 把那个x换它 变成2 因为它是所f2 所以就算它出来 428 8-3 ok 5 这个可能1分罢了 然后b呢就有点困难 这一个 它要你找k 可是它要你排成这样子 才可以找到k 所以你第一个时间 你又要找什么 你没有看到上面那个 减1 就是f inverse 你一定要用这一个来找f inverse ok 我们先找啊 y等于4x-3 把所有东西丢去左边先 y加3等于4x 所以x就等于4 所以y加3除4 然后呢你的f inverse呢 是等于x加3 over4 这个是你的f inverse ok 然后你再看回它的题目 它叫你等于5 然后它把那x呢 变成k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ok 意思说你把这个 那个x呢把它变成k 这个是它题目要啊 你就跟着做罢了 ok 变成k 然后等于5 然后等于5 因为它题目是要你找k 所以把4搬过去变成成 所以变成了20 k 加3 然后k 那个3搬过去就变成-20 -3 就17 这样子你就可以找到那个k了 所以考试很多这种题目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种它可以千变万化的 ok 你看到什么就找什么 就是对了 ok来继续我们看另一个奇怪的题目 fx是这个 gx是这一个 ok 然后它叫你找f inverse5 ok 它上面有个-1 所以你这个5 不能直接套进去 不能 因为它不是同类 所以你要先找f inverse2 所以y等于4x加3 ok 然后呢 y-3 再除4 ok 理会了之后又就 做快一点 然后呢 f f inverse 就是等于x-3 再over4 然后它说题目是5 所以你再改它咯 f inverse x就变成5 然后上面就变成5-3 再除4 然后你算的答案出来咯 ok 5-3 就变成24 然后月解1 2分之1 ok 所以这样子可能就2分了或者3分 然后呢 它叫你找gf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怎样找gf 啦 就把f的东西套进去里面g的 g是在前面 所以后面的你要套进去 或者是带路 或者是substitute 去g ok 所以你要先写gf 等于 ok 哇这个题目g就有点复杂 它是x2 对哦 所以是4x加3 square-5 那个x又换它变成4x加3 关啊 ok 我们拿过来先 然后呢再加4 ok 这个时候来 第一个你的挂虎那个你要先拆开它先 ok 你拆开了之后再加那个x2 所以这一个有点点复杂 所以你要看清楚怎样做 嗯 我们先拆开它先啦 ok 这一个我们先拆开它 先把它写出来 时间的关系我把它写出来先 所以变成了16x2 然后再加9 然后这个要乘进去 这个要乘进去 所以变成了-20x-15 再加4 ok 啊不奇怪啊 考试出这样啊 所以你要知道啊 ok然后 把同类的simplify啊 就是越减它之后 你可以得到的答案最后最减的就是16x2 回 加4x 再减2 这个就是你的最后的答案 喂 所以等下你再看回 考试 不奇怪的如果出到这样 ok ok来我们看其他的题目 好像这样 好像这个 如果要给你这样 if fx x-5 ok 然后 find the value of x 然后说 such that fx等于 6 ok 这个是它的重点 所以你怎样做呢 第一时间它说fx 是等于这个吗 它也等于6 所以第一个时间就是写 x-5 它也等于6 记得那两条线是什么 absolute value 意思说 它是永远是positive的 来 把这两条线搬过去6那里呢 它会变成 加-6 为什么去加-6 因为这两条线 搬过去右边呢 所以 它答案出来会有两个 所以怎样做呢 第一个就是 x-5 等于 6 ok 然后x就等于 -5搬过去变加变成11 然后你中间放个or 另外一个是x-5 等于-6 ok 然后x等于-6 加-5 所以是x就等于多少 -1 ok 所以考试 也是会出到类似这样的 ok 所以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ok 所以今天大概是这样子 在这个面前 就想到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